《甘春食堂》 主持 陳榮泰 蔡浩涼 願望就寫完了 我當然不告訴你我什麼願望 想看自己走廊 看看誰的辭職是什麼 而且這裡是很特別的 這個餐我剛才以為是唐 當我準備這個時候 拿走去 這是一枝針的筆 這是一枝針的筆 所以修理這個價錢其實是超值的 說回中間的過程 我們吃過這裡所有的食物 我覺得真的只是這麼說 Cat在他的口頭禪之中 她都經常會說一句 最好的什麼 最好的什麼 她真的做到的 她有做到的 現在Cat有一個她自己的計劃 是一個比較 我覺得我個人來講 希望她做到的 什麼計劃 你說一下你的計劃是什麼 Cat 有一個計劃的概念 就是寄予人希望的 其實我整個生意流程 做了這22年裡面 我都是幫助人去做一些不同治療的事 而我在2017年經歷了人生一個很大的轉變 給我一個啟發就是 我有一股很大的力量 我要去做一個慈善活動 而這個慈善活動 大到所有人都說我有些傻的 裡面包含什麼呢 首先我會出一本書 今年書展就會launch 就叫做開心法術 這本書的內容是說什麼呢 關慈善什麼事 就是全部都是做慈善的 沒錯 這本書的開心法術 就是把我所識的所有的法術教給大家 我想問一下你們兩位 你覺得你們自己有沒有法術的呢 有的 我經常覺得自己有的 是什麼法術呢 例如將10元怎麼變成1000元 或者是100元變成10萬 很厲害 在馬會那裡 但是多數都失手了 不知道為什麼這些法術 這些法術真的是失靈的 早幾年就很活動的 近這幾年真的是失靈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你呢 你覺得呢 我沒有什麼 我覺得我的魔法都是令到人 令到人很開心 令到人很開心 泰哥令人很開心 令到人很開心 但是同時間也都會換來 有多少倍開心呢 然後就有多少倍不開心 啊 泰哥不是 泰哥有個法術 就是他凡是燒東西吃 他都可以將一條很普通的魚 烏頭之類的變得很好吃 他燒魚特別好吃 或者燒蝦之類的 我也吃了烏頭 所以他在吃東西 你看到我吃到 如果我吃的東西 像這樣放在那裡 或者我會說 喂 謙你過來 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 那時候 看到我沒有吃過的話 那些東西好吃到怎樣 都是有限 他之前都是做食肆的 做大廚的 但是一開張就倒閉了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股東爭辯 不關他的食肆的 很奇怪 但是他煮的東西挺好吃的 是的 泰哥 我想說一下法術 其實是博大精深的中文字 已經說了整個精髓 法術是包含兩個字 法 法 術 法 即是方法 術 即是技術 我先給你一個方法 你去練習你的技術 重複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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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覺得你很神奇的東西 其實你只要有這個法術 有方法 有技術 你就做到有用人所不立 而我這本書裏面 就是將我所識的心理學 和一些香檳的知識 將這個法教給大家 回去練不練術呢 就是你自己 我就將我在這四年裏面 出了十六個主題的下午茶 就變成小故事 用每一個下午茶 都有一個香味帶引著 然後將這些故事 將我所識的法術 就給大家 用這個小故事 很容易去理解 今年書展出 今年書展出 已經出了八八 有本書寫完的了 寫完的了 寫完的了 本書還要是 終於完成了 有些人 我看安娜馬德蓮娜裏面的故事 就是陳偉林的戲 我沒有辦法 我最喜歡 他口仗都是陳偉林 我知的 就是郭富城永遠寫一本書 寫到尾都是得了白紙的 有些人只說不做 那個DJ 是的 我有看過那裡 我覺得 因為我在 不如說說動力是來自哪裏 動力是來自我2017年 就將我一間 開了十五年的店 就關門 因為我有三間店 一間是中環 一間是銅鑼灣 一間是上環 就去做香氛治療 對 香氛治療 我是第一間旗艦店 在香港都相當有人認識我 其實Jacqueline 都在那裏認識我 那我開了十五年 十五年 哇 去年就閉嘴了 好像買了兒子 那樣 營商環境在零售市場 其實是不太有利 我見到這樣繼續下去 都是不電流 唯有刪了他 傷心欲絕 你明白嗎 一個十五年的兒子 你扔了他 都沒辦法 因為不扔他 連我都死了 然後再過幾個月 感情生活就有變化了 一個八年的男朋友 人生低潮 就分開了 這麼沒味道 都不要緊 再過多兩個月 媽媽病了 再過多一個半月 走了 再過多一個月 身份證 銀包 掉了 再過這個月 再收多一間店 在十三個月裏 將你人生可以經歷的事情 都應該可以送給你了 一般人會用什麼看法呢 你會覺得可能都是一些比較負面的想法 但是在我的角度 我有一股很大的氣 很大的力量 我想將這個力量轉化成為一個可以幫到人的力量 你可以天天躲在那裡哭 天天躲在那裡不開心 還是我做一些有意義的轉化呢 而你本身是一個可憐的人 去可憐人 會不會好像諷刺 其實都不是的 那個動機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見到我媽媽走的時候 其實萬般帶不走 只是你的人生體驗 是帶得走 是屬於你的 是沒有人拿走你的 我就看著她 因為我家庭最小 那我家人死了 才到我兒子正常 照計 那我就不打算生小朋友 那就只剩下我了 那時刻的想法就是這樣怎樣呢 那到時我可以有些什麼呢 我很感嘆 就是我看著她的時候 我覺得那我怎麼辦呢 那我就在那裡想 如果我臨死的時候 可以想起一件事 我會笑的 才死的話 那就很難 唯一這個動機 這個很深啊 其實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都很深 那就是因為這個想法 我就覺得我要將我當時的一股能量 其實是一個能量來 無論你說正能量負能量 都是一個能量來的 我現在就叫做 這個叫做 positive energy transformation 就叫做正向能量轉化 就是我現在將來整個project 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將你無論什麼能量 都可以轉化成正能量 那如果你跟我說你有多慘 你有多慘呢 是不是先 那你不如跟我說一下 你有多慘 那如果我在這個慈善project裡面 都做到的話 你有什麼做不到呢 是不是先 所以我覺得上天給這個體驗 就是這個經驗給我 就是給我有一個機會 去告訴大家 因為別人都會說 你做了生意二十多年 你這麼好 你又 家裡又這麼好 有些人又說 你的樣子都可以 所有很多事情 你不明白我的了 對不對 我怎麼不明白你呢 是不是先 如果你人生經歷 在低點的時候 就是給你一個 變成高點的機會 因為你不跌下去 你是不跳上去 世界上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我的思維 所以這本書 用兩個多月 我就完成了 而這本書神奇的地方 是得到很多 很多人幫我 現在我還在做 那本書其實有代筆的 我寫字一般的 我想寫這本書 整個十年 我都沒有完成 因為我只為陳述 就不是一個作家 很神奇 有位女生 一走來我那裡見公 做Waiter 即是女生 然後我講講講見公 問人生 將來做什麼 可以讀政治的大學生 她說想做一些 幫到人的事 我說我想寫這本書 你幫不幫我寫 她疑話不說答應了我 同時間又回到Part Time 兩個半月 由她的催促底下 我們就是這本書 就完成了 她也很厲害 兩個半月可以寫這本書 是啊 她也有個家權 知不知道 我們是這個催生的節目 就是我們的主持人要寫書 我們的節目 本來就叫做 餵食麻辣鬍 誰知道 由麻辣變了兩個音響 我們要幫她頂兩個月 家權 是一個年輕人 都可以兩個半月寫 你快點回來頂我們 是啊 大學生來的 由她的開始 令到我可以衍生的東西 就多了 譬如你現在後面見到一幅牆 待會可以拍一拍 這幅牆是來自一個 烏克蘭的藝術家 做Grafitti的噴畫 來自一個事源 我以前幫過一個烏克蘭的女生 在上海工作 就幫她從香港運回護照 因為卡住了 如果沒有幫她運回去 就預期就要留 但我是不認識她的 我們幫了她之後 就變成好朋友 她每次來香港 就做過模特兒 她是專業模特兒來的 然後她就認識了這個男朋友 就說這個男朋友 會來香港可以收留她 因為香港太貴了 然後我就收留她的家 問我可不可以 我說沒有所謂 我可以能量交換 她是一個出名的藝術家 可以幫你畫畫 我說好 那你就來畫 你給我 我就要謝謝 我就來畫這幅畫 由這幅畫開始 我就開始開始 這個希望的次線活動 但這個有什麼意思呢 你見不見到 其實這個Perspective 就是一個3D這樣看下去 一個花園 其實這個世界 你只要走進去裡面 其實你可能見到更多 因為你在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你是不知道後面還有什麼 其實有個陽光在照射你 我特意要她有這個Sunlight 在這個位置 令到你可以走進去 這個新的世界裡面 那一點是你比 而是她畫 是的 畫都是她的 但我就adjust她 本來是石路 我不要石路 我要草 因為我們這裡是草地 由這個草地延伸去 一個虛擬的世界裡面 透過這個3D的圖像 去進入一個另一個世界 由於這個人幫我 然後這個女生就經常來跟我做Model 然後我就衍生了整個project 我一定要 kick off 這個是幾個月之前做的 但這本書是project裡面一部份 是的 一部份 例如其他呢 那本書呢 就是其中一個部份 我們會希望 可以整個project 籌到超過一百萬 那就是透過賣書 和透過我會去樂區做講座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聽我講座 一些社福機構 我會免費來跟你們講 那我計劃呢 在明年三月之前 由出書之後 我會做二十場的 那誰來找我先 就先到先 那這些書 我會免費排給聽的人 我都希望大家 都願意捐錢 而那個target的受惠機構 就會有三個層面 第一個 就會是有罕有疾病兒童的一個NGO 第二個是和癌症有關 因為媽媽是因為癌症走的 第三個是善忠老人機構 因為我見到和善忠是有關係的 其實就是 當你人生到最後一刻的時候 你怎樣用一個最平常的心 最好的心態 去離開你現在這個層勢 其實可能去一個更好的地方 那我整個project 除了輸之外 我們也會做一個頭髮的campaign 那是什麼呢 就是有髮型師、攝影師 先做一個捐頭髮的運動 那我就會幫一些健康的人捐頭髮 就把頭髮拿出去端 第二個campaign 就是會有癌症做完化年電療的病人 可能他很潮水 脫了頭髮 那我們就會有假髮幫他做 然後有髮型師、攝影師和化妝師 幫他做一個新的造型 看到自己好起來 其實也可以很漂亮的 而那些照片我們就會拿出去 在明年三月暫時計劃 就會有一個慈善拍賣的晚宴 就會拿一些照片出來拍賣 我們也會賣桌 在我本書裡面會衍生了一些名攝影師 比如蘇文旭先生 另外有一個叫Christian的攝影師 另外劉天賜先生答應了幫我寫罪 那麼厲害 然後也會有一個在台灣的藝術師 幫我用畫畫 我那本書除了大書 就附送小書 那本小書 因為大書其實兩面的東西很深 我想媽媽、爸爸和小朋友一起看 就把那個比較可愛的畫 我就會有一段小文字給小朋友看 變成媽媽看大書 小朋友就看小書 而那本書也有香味 我覺得整個過程我構思的時候 牽涉很多錢的 我去找這個香味的油墨的贊助商 我一說他就贊助我 然後每個人都告訴我 那些紙很貴的 你找不到贊助的 然後我就跟那個油墨商 他就refer了紙箱給我 我跟他說了電話 20分鐘我沒有見過他 他說可以了 Kat你要多少紙 你告訴我 我就開心到會飛 你明白嗎 在裡面其實所有的東西 你不認識的人 不認識 這個世界原來就是 這個項目 我覺得這個項目是重要的 我跟他說 他答應了我 我就說 你知不知道 所有人跟我說 你是不可能拿到智商的Savonsa 然後我就跟他說 他說 看誰跟我說 因為一個好的referral 就是我的朋友的referral 然後我把我的項目告訴他 當然說到有些眼淚淚 在電話上 你還很fresh 那種感覺 我沒有很長時間 20分鐘說我的事 我猜他有些類似的經歷 所以可能是touch 所以對他來說是自 給你 在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我走出來 跟不同的人去說 其實我是為我自己 將我自己裏面的 一些富能量去釋放 一個很好的機會 其實我都是為了自己 我不是只為了人 還有我整個project 其實哪個受惠機構 都不是最重點 我剛才說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跟我一起走這條路的人 譬如這個攝影師 這個幫我寫書的人 這個紙行 這個印刷商 或者是贊助商 跟我一起去做這個活動的人 我希望他們人生 到最後一刻 去想他做過這件事 他都會笑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平台 不是人人都有這股力氣去做 我覺得我過了這一年 我就沒有這股氣了 是真的有這股氣 撐住在這裏 我覺得什麼都可以做 傻了 Kent 你做完這個 絕對不會人生最有的一件事 因為你做好事是會上癮的 你做完這個project之後 可能你會有第二版書 第三版書 甚至第四版書去做出來 人是這樣的 當你自己挑戰了自己之後 我發覺原來我可以做到 為了別人去籌到一百萬 一百萬可能在某些人說的 多不少之類的東西 但是當你籌到一百萬的時候 可能你自己去 我會推動自己去做一些基金 一些慈善基金會繼續 你相信我 今天我講過 我寫下它 要你們幫忙 慈善活動的時候 我們會有書的義賣 亦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我們亦都會給小朋友來吃我們的TZ 一些病童 讓他們感受到 其實這個世界 有些事情 可能他們這一世都未必再有機會 我們都可以提供到給他們 給一些漂亮的衣服 找一些人贊助一些衣服 幫他們做小天使 拍照 令到他們人生 都還有一些有希望的東西 在不同的範疇裏面 我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希望完成到我這個人生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其實現在我做這個慈善活動 比我的工作 我現在的公司更為重要 所以我用了很大部分的時間 去把不同的人聯繫在一起 因為我一個人做的 我所有的東西都是我一個人連繫 所有人 包括接下來的慈善團體 我亦都會想一些project 令到多些人會捐款 因為冷水是一桶一桶的淋下來 是幾個 有甚麼好竅的人 過多捐錢 讓我們TZ100都學一下 有甚麼好竅 其實很簡單 捐錢的動機 大家都有些人跟我說過 還有你給到甚麼對方 譬如我叫你捐錢 我打你心口 好吧 5100 1000 10萬 你給多少錢出來 一次是否就完 如果我給你價值 就不一樣 如果你捐了這個錢出來 你有得著的 在商業上你有得著的 在你的人生上有得著的 你是不是會更加容易 因為如果一般的慈善活動 只是拍你 拿錢出來 買張桌 完的了 他們有些會加多一句 那些 即是古代的宗教革命之後 買贖罪券 買完 你倒了那件事就沒有了 他們有些 交換的 當是交換 免死金牌 但是那個不行的 說的都是外資一爆 我們在做人家有2000 所有的東西都是 人家不是給2000元就算 我們又去會饋 我們很努力去做節目 好像今天這樣 我們做一個 對我來說 起碼訪問Cat 讓我知道 她是一個有理念 去推出一些正能量的 對於今天的節目 我相信有一個正能量的節目 就是我個人 很厲害 Cat 想不到她13個月發生 可能人家是5年或10年之間的事 但是她是 一波過經歷了失戀 失去親人 失去公司 跟著失去兒子 轉行 轉變 加上她自己 錢包都要送 車牌身份證 回鄉卡都要送 那些東西拿回 她叫你換個身 但是那幾個衝擊 反而令你變成了一股力量去做慈善 這個真是法術 是的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經常都說 人生轉化的那個能量 其實平日是沒有那麼有說服力的 老實說 因為我是一個很開心的家庭長大 我是一個很開心的人 我覺得我的人生是很好的 所有事情都很詳順的 原來所願 因為我知道怎樣創造我的人生 所以很多人的心裡暗底 你當然是 你當然沒有 好 上天就給了一個這樣的機會 我去體驗 令我今次說出來 在我認識心理學的事情 我可以很大聲地告訴你 什麼都可以走過 因為所有事情都是過程 學習過程 你學識了 你不學的 你不去打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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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永遠都是留班 一路重新重新 重新都在同一個地方 這個就是Looping 我們整天人生經歷的 就是好像有一個輪迴 永遠都離不開這個門口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沒有學識到 你都沒有升到 那你就不會去到下一個level 我覺得人生在我現在來說 都是去了下一個level 因為所有事情 程式的事情其實都是虛的 就是你現在銀行有多少錢 你所謂得到一個陰命名銜 所有事情都是虛的 你都帶不走的 唯有你的力量 泰哥明據 萬般帶不走 唯有葉除身 繼續倒塌 人當然是有少少壞習慣 但最重要是正和負的比例 正是一定要佔85%以上 負面那個可能好像Cat 就變成一個推動力 負都變正 今天那個時間不多 但是在Cat身上看到一種奮鬥的心 還有那個愛心 還有對自己的專業的要求 所以就真的非常之好 謝謝 祝你成功 先喝杯 好 謝謝 好 謝謝 祝你的project成功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